万荣相公所庆祝父亲节送礼 送到美味模范父亲节的新坎里去了 在光复乡像跟渔场办理模范父亲钓鱼大赛 比起庄严隆重的颁奖表扬典礼 美味模范父亲反倒是更乐于和家人们 在池边享受垂钓之乐 别开身面的表扬方式也受到爸爸们的热烈回响 剩片红色彩带准备接受表扬的温荣相模范父亲们 不急着上台受奖 反倒是个个拿着吊杆 沿着池子边享受垂钓之乐 这个有三斤哦三斤 吊完了 吊完了有吊到吗 有建造衣一吃 模范父亲这样子的庆祝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这是向公所庆祝父亲节特别举办的模范父亲钓鱼大赛 大鱼一上钩 现场立刻响起一阵欢呼声 热闹又有趣 公所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父亲节 我们主席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看法 很累 很累 非常非常不错 好玩又达到那个小鱼的效果 一个小时的吹吊时间 我伴父亲们还意犹未尽 再加码十分钟延长赛 包括乡长梁工宁 先议员简志龙也在最后几分钟内 钓得大鱼才甘心收肝 乡公所别开生命的父亲节庆祝活动 也受到爸爸们的热烈回响 所有承办员为了这个工作 发了不少的心思 也召集也钓了好几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钓鱼的场所 是最好的与子女家庭同乐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感念父亲的辛劳 最起码已经有交代了 我也钓到鱼了 这个蛮有趣味的 因为这个钓鱼必须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的话你也钓不到 所以说大家都很用心 很努力着在钓鱼 有些钓的成绩都不错 这就是气味的活动 让大家高兴 最主要是这样 让我们的父亲 能够在这一天当中 能够快快乐乐度过这一天 清除这个父亲节 父亲给人坚毅刚强 严肃寡言 以及讲求行动力的印象 因此万荣香公所团队 今年度就特别把正经八百的颁奖 表扬仪式拉到户外来进行 并且办理钓鱼比赛 让每位父亲与家人亲友一起放松 享受这难得的亲子之乐 万荣香首开先例 且又丰富多样化的模范父亲 表扬活动 投其所好 郑重下怀 让每位爸爸们称心如意 开怀 庆祝父亲节 欢喜地与家人亲友 共同度过这属于父亲的节庆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自恵兽的字幕 自恵兰光复采访报导